第一次 第一次 然后就是 我其实是 对 我好细心 天啊 我太高了 显得我好矮 原来是这个原因 那要不要调一下 没事 起见了我们的家庭地位 我是辅助的家庭 那你们现在创作怎么样了 现在其实差不多了 基本差一个尾声 就是见面 然后相爱 分手 分手都已经设定好了 那最后结局你们打算 想到了一个 就是想要开放式的结局 但没有想好要怎么 怎么个开放法 对 所以也没有决定 最后的结局是应该怎样的 是不是 反正前面已经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前面差不多了 所以呢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好 是这样子 好 分开并不是故事的终点 对 反而是再次重逢的起点 那么今天 请你们为得志和朵朵 设计分手后的 反转重逢 再一次创作 现在有两种创作途径 供你们体验 A 外出采集收集故事 B 附近收集故事 然后请你们各自选择一种 你们今天是分开创作 好 你先选吗 我想接菜 我选在家 没有 在家打扫卫生纸吗 我一带孩子是吗 女主外男主内 也可以的 那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好 好 那你呢 你要在家不要忙 我在家给你们做饭 打扫卫生纸 我陪欣欣吧 好 我去那个出街那个 好 那我俩一起 好 那你注意安全 那孩子在外面 保护好自己 我担心你 我也不准几个钱 不行 太危险了 行 那我们就准备准备出发吧 行 走 出发 我们走了 去吧 拜拜了 保重别中暑了 在家里好好打扫卫生 好 我做饭 等你们回来 回来得吃个热壶饭 好嘞 我把东西把孩子带一下 行 拜拜 乖点 锁好门 不要坏人了 好 慢点 拜拜 这是间隙编剧们 第一次分开采封 希望你们能以男女生 不同的视角 挖掘出生活中 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 热死了 祝你们有满满的收获 我看你之前的采访说你跟海涛哥有分开过 对 我们是分开过 分开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分开了就不会再和好的人 因为 因为 其实有时候分开了 然后再和好那感觉不对了 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嗯 可是为什么我跟海涛分开了之后 我还会和好 而且是我主动找他的 原因是 我觉得我认定这个人 如果我没有了他 我失去他 我会后悔 就是我分开之后 我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他 你会过得更好 还是你会后悔 我之前所有的男朋友 都是过得更好 都是 我可以过得更好 我会遇到比你更优秀的人 你会后悔 对 你会后悔